经典条件反射是一种学习理论,其原理是激发某种生理反应的刺激物与另一种新刺激物连结后会激发出相同的反应。 最著名的经典条件反射例子是由伊万·巴弗洛夫在19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项实验。 这段期间里,巴弗洛夫做了大量关于狗狗的消化过程的研究。 在某次实验时,巴弗洛夫注意到,当狗狗看到平时给它们喂食的科研人员时,就会开始分泌唾液。 他不禁思考科研人员是不是激发了与食物刺激相同的条件反应。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他设计了一个能让他观察狗狗分泌唾液的实验。 首先,他给狗狗喂食。 接着,他在喂食的同时播放节拍器的声音。 并且重复了几次这个过程。 最后,他只播放节拍器的声音,而不再给狗狗喂食。 这时狗狗只是听到节拍器的声音,就开始分泌唾液。 由此,巴弗洛夫得出结论。 如果再给狗狗喂食时,有一种新的刺激同时出现, 那么这种刺激就会与食物建立及连结, 并且新的刺激自身便能引起狗狗分泌唾液。 当巴弗洛夫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时, 他把食物称为无条件刺激。 因为狗狗对食物的反应不是后天习得的, 这种条件反射是狗狗本能引起的无法改变的天性。 节拍器最初仅仅是一种能引起注意的中性刺激。 通过在狗狗进食期间重复地让铃声与食物同时出现, 狗狗开始将这两种刺激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这种中性刺激变成了一种条件刺激, 从而产生了条件反射。 他还表明称, 一、当声音和食物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 狗狗学习将两者连结的速度越快。 二、通过声音产生的唾液与通过食物产生的唾液在成分上有所不同。 这说明条件反应并不是无条件反应的精确复制。 三、虽然有好几种形式的条件反射, 如预先条件反射和事后条件反射, 但经典条件反射却不能产生新的行为, 也不适用于训练。 它引发的仅仅是无意识的生理反应。 四、这种条件反射几乎可以被我们完全消除。 只要我们在给出条件刺激时不再给出非条件刺激, 该条件反射就会逐渐消失。 在这一过程中,大脑内部又发生了什么呢? 当狗狗看到食物时, 它的视觉和嗅觉会向大脑发送信号, 从而刺激唾液线分泌唾液, 来促进狗狗进行消化。 当狗狗听到声音时, 虽然耳朵仍会向大脑发送信号, 但却不会引发任何的刺激。 当这两种不同的神经系统反射同时被刺激时, 听觉刺激和行为反射之间, 就会产生新的突出连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突出连接逐渐巩固, 最后狗狗只需要声音就能够刺激, 促进唾液分泌的神经。 你可以试试这个当下非常流行的课堂实验, 找一个搭档, 坐下来放松两分钟, 然后让你的搭档测量并记录你的脉搏频率, 然后请你的搭档用铅笔在桌子上敲击五次, 紧接着你需要站起来, 单腿跳跃30秒, 之后再测量你的脉搏, 如此重复四次, 让你的搭档记录下所有的数据。 在第五次放松之后, 同样请你的搭档像往常一样, 用铅笔在桌子上敲击五次。 现在不需要你起身运动, 直接测量你的脉搏。 如果成功建立起条件反射, 即使没有做单脚跳跃的动作, 你的脉搏频率也会加快。 对此,你怎么看的呢? 经典条件反射总是有效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广告是否是一种精神操纵呢? 而我们是否应该限制 在公共场所出现的广告呢? Sprout的视频是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布的。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 编辑和播放我们的视频, 但仅限个人用途。 公立学校、政府和非盈利组织 也可将我们的视频用于培训、 在线教学或设计新课程。 为了帮助我们确保独立性 并支持我们开展工作, 您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者 并进行捐助。 有关详情请访问 patreon.com Sprout 即使是亿美元, 也能物有所值。